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陈丽。 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丰富工作经验,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vocabulary。 刚刚,社会,赚,奖金,实际上,正确,重点,丰富,经验, 例如,语,方法,积累,专业,知识,职业,态度,收入,丢, Okay, let's learn some words in the gram points more. 刚刚,或者刚。 他刚刚从国外旅行回来。 或者,他刚从国外旅行回来。 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不要太急着赚钱。 实际上,in fact,实际上他来这儿的时候没有堵车。 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话。 。 The first passage。 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 不要太急着赚钱。 不要太急着赚钱。 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 工资。 。 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工作的前几年,重点要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例如,学习与同事们交流的方法。 积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还有,要懂得什么是职业的态度等。 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 。 Now,normal speed。 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不要太急着赚钱。 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 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工作的前几年,重点要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 例如,学习与同事们交流的方法。 积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还有,要懂得什么是职业的态度等。 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 现在试试回答这些问题。 Now,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根据这段话。 根据这段话,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什么更重要? 经验,有意,标准,过程。 答案是,经验。 因为他说,重点是丰富工作经验。 这段话,主要提醒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什么? 提醒,remind。 要有耐心。 要信任别人。 人都有缺点。 不要怀疑自己。 答案是,要有耐心。 因为他说,不要太急着赚钱。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话。 先看问题。 那个孩子为什么哭? 钱丢了。 打针了。 爸爸生病了。 被爷爷批评了。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 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 有个人看见一个孩子在路边哭, 就问他为什么哭。 孩子说,刚才不小心丢了十块钱。 见孩子那么难过, 那个人就拿出十块钱送给他。 没想到,孩子哭得更难过了。 那个人很奇怪,就问, 我刚才不是给你十块钱了吗? 为什么还哭呢? 孩子回答, 如果没丢那十块钱, 我现在已经有二十块了。 三十八。 那个孩子为什么哭。 好,我们看看这段话里的难句。 孩子说, 刚才不小心丢了十块钱。 我们还可以说, 丢了工作。 没丢东西。 丢脸。 学外语的时候, 不要怕丢脸。 十块钱。 如果没丢那十块钱, 我现在已经有二十块了。 我们再听一遍。 有个人看见一个孩子在路边哭, 就问他为什么哭。 孩子说, 刚才不小心丢了十块钱。 见孩子那么难过, 那个人就拿出十块钱送给他。 没想到, 孩子哭得更难过了。 那个人很奇怪, 就问, 我刚才不是给你十块钱了吗? 为什么还哭呢? 孩子回答, 如果没丢那十块钱, 我现在已经有二十块了。 三十八。 那个孩子为什么哭。 现在请你试试回答这个问题。 那个孩子为什么哭。 钱丢了。 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刚刚, 社会, 赚, 奖金, 实际上, 正确, 重点, 重点, 丰富, 经验, 例如, 语, 方法, 积累, 专业, 知识, 职业, 态度, 收入, 丢。 有的人还没开始工作。 有的人刚刚开始工作。 有的人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吗? 说说你的情况。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 再见, 下次课见,加油! 字幕志愿